這本書 他是AI行銷心理器 TrackGVT YouTube的 FB IG的社群媒體經營書 那我們昨天有講過就是說 現在做網路行銷 跟我們做這個一般的行銷 的課程會有一些區隔對不對 那一般的行銷是從他的策略 各方面 策略 比如說策略 策略 策略 Strategy 那Strategy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看我們的策略到底對還不對 但是 在網路行銷主要是講 網路聲量曝光度 然後讓很多人知道你的產品 優點的在哪裡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 所以 這本書主要講這個 我老師也有講過說 以總統選舉為例嘛 你們可以知道說 某某候選人那到 快選舉的時候那個聲量大高漲 他們很厲害 他們做網路行銷可以做得很 很徹底 那事實上這些網路行銷都是 專業公司在幫他們做的啦 那事實上也是學 就是這樣嘛 毛澤東的語言嘛 說盡別人好話 壞話嘛 說 然後說盡自己的好話 然後讓人家說你好棒棒 這個是這樣 但是我是昨天有講到 企業的網路行銷 跟選舉不一樣 對不對 選舉是一時的 反正贏了 我贏了嘛 我最少可以 弄到四年 那我們企業的經營是要永續經營的 就像 現在 過年前很多人在講這個 台糖豬肉有瘦肉精 這個對這個品牌形象影響很大 那事實上老師後來去研究結果說 那根本不可能事情 700多 的簡體裡面就一包 那包有問題 就台中那包有問題 同一批的有很多包 就那包有問題 所以 企業的形象非常重要 如果你在網路上 發生了這種事件 你怎麼去 發生了這個事件 你怎麼去 去管控你的受損的 名譽 這個非常重要 那 這個 我們課本的第一章在講 流浪變現金的社群行銷必修課 那這裡也是講說 因為現在目前用的最多 就YouTube啦 Facebook啦 還有IG的部分 非常流行 那我們可以把任何 視訊的影片呢 上傳到我們的社群的 上面 跟他人分享 所以你只要這個影片能夠吸引人 就能夠在短時間內 衝出這個超高的點閱率 而造成這個風洞 和話題 這個是 我們要講的這個 那 社群網路的服務呢 社群 各本 會寫 他最簡單的定義 社群就是一個結點 跟一個邊 所組成的 圖形的結構 就是很多人 結點上很多人 一個結點 很多人 然後用邊 來構成一個圖畫 那結點就代表人 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 邊這人人之間的 多重關係 那新的人呢 成員呢 也會 產生更多新的連結 那結點之間 會有一些 連結的一個 定義 而且具有彈性的部分 甚至可以允許結點之間有多重的關係 所以整個社群帶來的價值就是 每個連結創造出的個別價值的總和 進而連結到全世界 比如說 我分享一個連結 很多人又幫你分享出去 看到這個 這個 連結的人 他就會發現 你的產品好棒 我又有什麼特價優惠 那 這個 願意 花錢 來買 那這個就會造成這個 所謂的價值的總和 這些連結價值的總和 那 那 這裡啊 課本裡面有講到 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 叫米爾格蘭 米爾格蘭 他提出一個六度分割理論 6th degree of separation 他說 我們在網路上面 網際網路上面 人與人之間都有一些連結 對不對 那 你這個連結 比如說 我認識你 你認識他 我們是 走過 兩步 就會認識到他對不對 但是全世界人 只要你找到對的路徑 最 所以 最低最低 有時候我們只要走到六步 平均就可以找到地球另外一個的你 連結任一個陌生的朋友 也就是說中間 只要通過六個朋友 就可以找到另外一個朋友 所以 我們在社會上交朋友 有時候 有人比較喜歡交朋友 很多朋友 對不對 我交你當朋友 你的朋友以後就變我朋友 然後我跟你變朋友以後 你的朋友又是我的朋友 都會這樣 在臉書裡面 臉書裡面的朋友也是這樣 好 那我們看一下 Solomo模式 他在我們的社群的在地化的行動活動裡面 Solomo 這是KPCB合夥人 約翰·杜爾 他在2011年提出一個趨勢概念 強調在地化的行動社群活動 各位 你們為什麼我們會強調在地化 比如說我們到一個地方去 這地方有什麼景點好玩的 哪邊是餐廳 哪邊可以 可以這個 比如說可以打高爾夫球 保齡球 可以運動的 有什麼文化活動 那這個東西 都是強調在地化的 所以 這個 在地化的 社行動社群活動呢 主要是有 三個技術 緊密接在一起 三個因素 第一個 有社交 然後再來是 在地 再來是行動 三個合而為一 可以緊密結合 所以 同學你們如果帶手機到Google導航裡面 有時候你打一個餐廳美食 有沒有 那Google馬上就會 幫你導到 附近有人打卡的 餐廳 而且可能就是 那個評價還不錯的 就會馬上會出來 你不要打什麼餐廳 你就打餐廳就可以 或是 就會有這個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在地化的 行動社群活動 那 在地化的行動社群活動 記得 考試一定會考你們 第一個我們強調是社交 第二個強調是 在地 再來是強調行動 叫Social Local Mobile 所以呢 這個SOLOMO就是有這三個字 所組成的 所以考試會考你什麼叫 SOLOMO 那你們要有辦法去回答出來 那社群商務呢 叫Social Commerce Commerce的定義 就是社群跟商務的一些組合的名詞 那我們通過 社群的平台可以獲得更多的顧客 那從社群中的人們可以彼此分享資訊 相互交流產生 依奈及 歸屬感 這個是 所以 現在很多企業 慢慢有自己的臉書 不過 社群行銷同學要注意 粉絲經濟 強調是要互動 你如果你要做這個臉書的行銷或什麼行銷 人家上面在反映你的產品有問題 你沒辦法去跟他回答解答 那上去看了都是一些負面的消息啊 完蛋了 懂沒有 所以不如就不要做 做了一定要 PASS的做經營 所以各位同學 我們社群行銷裡面呢 很重要就是要鞏固我們的粉絲 我們消費者 我們不但能提供消費者社群空間 討論分享及溝通 也可以滿足消費者的購物欲望 更進步能創造企業或品牌更大商機 比如說你現在賣一個化妝品 那每一個化妝品都有 你會發現那個廣告 電視廣告哪裡的廣告都很迷人對不對 他會講說 哎呦什麼有機的份子可以保養你的細胞 什麼老化 什麼什麼 講的天花亂墜 那這個社群的行銷的這些 網頁 網站 事實上就可以分享 討論 然後一些 這個消費的資訊 然後可以滿足消費者購物欲望 然後可以讓我們企業有更大的商機 那粉絲經濟就是你社群 商務形成一種 經濟思維 我們通常透過交流推薦分享互動的模式 形成一個聚落型的經濟 那社群 成員的之間的互動是粉絲經濟的 運作的 動力 你社群跟社群的成員之間 要互相互動 就像 很多人就是在提倡爬山或旅遊 他們有做一個旅遊網站 那 你有一些 討論的互動 那 就會 就會變成一個 粉絲的關注的動力 有一些創新的行為就出現 那品牌呢 我們企業裡面最重要的是要品牌 讓人家知道說 這品牌所以 一般來講我們 講過年前講這個 瘦肉精事件來理 第一個我們 講到台糖的豬肉 我們第一個就想他是台灣的豬肉第一品牌 那所以品牌 的價值是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那當然呢 有一些這些事件會影響到我們的品牌 所以 各位注意一定要注意 品牌是一個識別的標誌 也是一種企業價值理念 跟我們商品優異 核心的體現 那品牌已經 成長為現代企業的寶貴的資產 所以 老師剛才講說 任何一個企業如果碰到這種危機 一定要趕快做一個辟謠 那還好 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700多件的檢體裡面呢 事實上就只有 那塊肉有問題 所以 很多人說 這個東西的檢體應該是受到污染了 要不然怎麼說 這麼多包的肉 同一批的肉 同一隻的肉 一隻豬的肉 那只有那一包有問題 那當然不太可能 那這樣 經過的不斷的闢謠以後 你的品牌慢慢回覆回來 但是我就知道 台糖他們講 這一次的損失 回收那個梅花肉 的豬肉塊 大概損失的快1000萬左右 不得了 當然這樣 當然品牌的 形象受損 其實損失更嚴重 那社群行銷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要了解你的品牌 跟產品定位 而且你的目標的群眾是哪些 你要先把它弄清楚 那我們目前的 社群的行銷平台 各位就知道有幾個 臉書 IG 推特 另外一個叫LinkedIn 你們沒有在用 老師有在用 這是比較專業的 社群平台在用的 專業的社群平台 那另外一個就是 微博 那微博主要是 中國在用的 你如果想要做中國的生意的話 可能你就必須要進入 那個微博去 來這個 註冊帳號 各方面 那另外一個是 台灣用的比較少的 叫Pinterest Pinterest這個 Pinterest 他比較有美學的概念 大部分你孩子比較喜歡用這個社群平台 所以 這些平台老師都會要求同學 你要去做網路行銷啦 你要幫你的店家 當你要做網路停銷 老師會要求你 每一個平台都要上去做廣告 然後 老師會看看多少人去分享你的廣告 然後來打你的成績 用這種方式 對不對 那才知道說 你的成效到底做到什麼地步 對不對 那基本上你只要有做的 就有分數了 也不要太緊張 那如果你的分享越多 就給你更高的分數 那老師有講過 你們也可以參加 短影音大賽嘛 那最少可以加5分以上 只要你有參與的話 那如果你有得獎的話 老師保證給你80分以上 好不好 甚至到100分都沒問題 再來 最 大的就是YouTube 這社群平台 YouTube是 最恐怖的 對不對 那我們在網路 我們在 做網路行銷 賣產品的部分 為什麼沒有講到抖音 抖音就是只有一兩分鐘這種 搞笑的有沒有 給年輕人的 傳達簡單的訊息的有沒有 這個在商務上當然不太適用 你很難去講清楚 所有的東西 那抖音 很簡單嘛 阿伯好棒棒嘛 那就只要一句話而已啊 就30秒就完蛋了 你看 他每天都坐公車去上班嘛 7點半就開始上班了 你看多認真對不對 怎麼 多青年啊 什麼 一大堆的 對對對 但是 那跟財團在這邊吃飯那些 我們並不知道 好 那 那個社群行銷有四大的特性 這個 我們如果集中考我們一定會考你 他 你要記得 他一定要做到分享性 多元性 連著性 跟傳染性的部分 那多元性的部分說你做網路行銷 老師剛剛講過 你 每一個社群你都要去 都要去放 那你的內容 不會完全一樣 為什麼 Twitter 他 規定你介紹文字就一點點 那IG主要注重你的 產品的 包裝美學的部分 對不對 是不是 那臉書就是圖文並茂的 介紹 那有一些就傳染性啦 連著性啊 就是說 你在上面可以讓互動啊 你就有連著性 那傳染性說你常常放一些 促銷的特性 那他就會幫你做分享 那分享性的部分 通常是指 社群行銷的層面上 有一些是 簽條絕對不能違背 這裡就是你要有做分享 那分享絕對是 是經營品牌的必要的成本 一定要記住 所以不管你是做粉絲 專業或是社團 你一定要把你東西分享出去 要不然 鬼才知道要進到你的社團來 對不對 那你要做分享 我們通常會做鼓勵嘛 你幫忙分享 你就可以得到什麼禮物 對不對 另外我們要跟消費者要有一些品牌的對話 譬如說他這裡有講這個iFit愛壽生 這個品牌 iFit這個愛壽生這個品牌 粉絲專業 專門做健康美容呢 同學有沒有看到 當然來按讚的人有 短短時間有七十幾萬人來加入 來按讚 不得了了 那這個 他在 這個是陳韻爐 他靠著分享壽生經驗 代表大量粉絲 那你要記住 有大量粉絲 有連著性 就帶來一些商機嘛 是不是 然後多元線的部分 就是說每個用戶組成的 很多元 觸及的時候 錯誤不同 所以每個社群網站 都有他首屬的主要客群 還有偏好 所以你們要記得 我們在FMV 放的東西不要 一成不變 分享到IG去 所以 你要分享到IG去你待 文字要少 圖片要多一點 那比較適合 分享到IG 所以這個叫 我們要求要多元性 連著性呢 要注意 我們的網站行銷 不要把品牌當作廣告在賣 那 社群行銷成功關鍵不在社群 要記得喔 要記得 在哪裡 要互動 這個非常重要 然後傳染性的部分就是說 你要跟你的 社群 要 產生這個 傳遞的速度要快 就像傳染一樣 比如說 臉書的創辦人 皮爾蓋茲 他有號召冰桶鈴聲 哇 那 他一號召下去 很多的人就分享他的活動 一起來參加 非常有趣對不對 所以這產生像 傳染病一樣很快速的 來傳染 這是一個 行銷的手法 哈